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纷纷留言送上生日祝福 保育员介绍 今天蛋糕主题是木马夜月盒 蛋糕上有一只小木马 是用熊猫们最喜欢吃的黄金竹竿做的 当他们看到生日蛋糕后 都对甘蔗蜡烛产生浓厚的兴趣 于是母女间上演了一场甘蔗大战 保育员透露 袁宝虽然很乖 又爱撒娇 但他不止爱赖床 还有起床气 如今两岁的袁宝已经长到84公斤 快要追上妈妈圆圆的体型 此外 袁宝的行为跟圆圆很像 是名副其实的妈宝 两岁寿星袁宝 跟着妈妈冲到为自己特制的冰蛋糕前 一把抓起上头最爱的黄金竹竿 就往嘴里塞 不过可能是太兴奋了 袁宝吃着吃着 竟把整个蛋糕砸到地上 但他不在意 继续狂吃 前前妈妈圆圆过生日 也是不小心把蛋糕砸到袁宝身上 母女简直一个样 以玉立的袁宝已经长到84公斤了 快要追上妈妈圆圆的体型 圆方也透露 两岁的袁宝 行为都跟妈妈好像 是名副其实的妈宝 一路带大她的保育员还爆料 袁宝虽然很乖 又爱撒娇 但不止爱赖床 还有起床气 孙会虽然遇上修缘 带成线上举办 但网络上好多网友都紧紧直播 陪袁宝亲身 依旧热闹 转眼间 袁宝已经两岁 她的父母团团圆圆也在台北定居了13年半 承载着两岸一家妻的情谊 可爱的滚滚们可谓是雄生精力 丰富多彩 2005年5月 时任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在上海宣布 大陆同胞向台湾同胞赠送一对象征和平团结有爱的大熊猫 在四川卧龙中国大熊猫研究中心的选秀中 一只2004年8月出生的雌性和一只同年9月出生的雄性大熊猫组合出道 随后便是给两小只争辱名的环节 最终确定了寓意呼唤两岸统一 期盼亲人团圆的团团圆圆 虽然经历了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门川地震 但是有惊无险 团团圆圆均被工作人员平安找回 在两岸人事的共同独立下 2008年12月23日 藏台大熊猫终于启程出台 经过一个月的检疫期 团团圆圆以最好的状态 于2009年1月24日正式在台北与民众见面 在农历新年刮起了一股可爱旋风 大熊猫能在台湾快乐生活 开枝散叶 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事情 在两岸同胞的操心下 圆圆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 带下了两个女儿 就是我们熟知的圆仔和圆宝 这个四口之家给台湾同胞带来了治愈的欢乐 也连接着两岸同胞的情感 据悉 在过几天的7月6日 就是圆仔的9岁生日 动物园将在7月2日提前替他庆生 当天会以实体活动 及在线直播方式 为圆仔及其他动物兽星们庆生 上午11点也可以通过直播 观看圆仔享用9岁生日蛋糕的画面 为他献上祝福 我们一起期债吧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再见